大武警察分局每合派出所警方19号晚间执行巡逻勤务 行经台九县华元桥路段 发现一辆车场拍以及号牌不符 于是上前拦查 而驾驶40多岁的林姓男子进汽车 直接跳下约20公尺深的桥下 最后骨折被捕 而警方发现了毒品还有枪弹 而手枪更是已上膛 全案大武警分局正在搜证调查中 一名男子被抬上担架 而在日之前发生了警匪追逐 事发在19号晚间9点多 台九县泰马里路段 一名林姓男子开轿车经过 不过他看到警方上前拦查 却行驱加速落跑 于是警方呼叫之源紧力追捕 一路就追到了华原桥 没想到这名男子情急之下 居然汽车不管 直接往桥底跳了下去 有找到人 现在要转救护车 不过这座桥高度有20公尺 这一跳完了腿部骨折 还被查获携带子弹以及毒品 驾驶人将车停在华原桥上后 直接跳下约20公尺高的桥下桃椅 远景见状立刻展开救援查器 并通报消防队到场协助 追据及收救人员到达桥下时 发现该名趴在地上 疑似大腿骨折 有警消人员立刻接护就医 经目视该自小客车 发现驾驶座旁 有一把手枪 另于桥下幻想器怪 于树上的包包内 另取货4颗子弹及安毒 原来是藏匿毒品 枪支弹药才会抛给警察追 而出不了解 他是新北人 正要前往屏东 目前详细案情正在厘清中 借陈安如泰马里香报道